嗯,朋友們,大家好 本來今天是沒準備更新視頻的 但是呢,因為 有很多朋友之所以訂閱的頻道 是因為大家都在關注狗狗b 但是我最近發現了一個 不好的情況 也不能說不好,只能說 因為近期比特幣 因為減半和加入的ETF 這幾個事情 還有美聯儲下息導致的 近期美元利率 包括會市 對加密幣市場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也對比特幣展示了影響 總之 應該是很多人感覺到了 币圈牛市的到來 所以大家的心態都開始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在想 畢竟 嗯,雖然說我的頻道並不是 改變自己的 認知,結構 甚至 讓那個知識儲備 讓自己變得更加有智慧 所以,以這個為基礎 然後大家能夠 在最底端 或者最基本的東西上 也就是實際上是人的腦子 大腦 甚至人的智慧層面 得到了提升 這樣而來會給你人帶來財富的 所以,但是 財富這東西是很奇妙的 如果你僅僅有一個認知是不夠的 他還積極考驗了人性 其中就包括人的一種心理狀態 也就是 嗯,例如說現在這個幣圈牛市來了 那狗狗幣它呢不漲 就會導致它的幣圈的排名不斷下跌 這時候是非常考驗人性的時候 所以,在幣圈賺錢 不單單說你要會看K線 不單單說 你呢,對狗狗幣有很好的認識 而且,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考驗人的心態 這心態呢 是乎佔於老丸子所無法教授的 因為每個人的知識結構 人是越來不同 甚至你在出生的那一刻 你的這一切的很多東西 已經刻在DNA裡面了 你的個性啊,你的樣貌啊 甚至你的情緒啊 都在DNA裡面給定了 所以更何況 還有加上你未來的人生的月裡的成長 完完全全並不是說 一季節課或者看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就能改變你的 但是我希望我們頻道的 關注我們頻道的朋友 小夥伴們 能夠克服人性的這個弱點 呃,怎麼說呢 很多事情 呃,於我 這個頻道來講是無法改變的 我只能做的 只能說,呃 呃,利說呢 記得讓大家在知識 或者說在,在這個 呃,聰明和智慧的方向上 有所提升 至於其他的我真的無法改變 因為我最近今天的頻道 已經有很多的訂閱我的朋友呢 在那期,呃,未來人狗鼻留言 那個,呃,評論區 不停的給我們留言 我能感覺到大家都在 出現了這種,呃,情緒 這狗狗鼻沒有跌的 它只是不眨 那,跌和不眨 哪種更可怕呢 這個,對不同的來講不一樣 有些人能扛跌 但是有些人扛不住不眨 因為他看到別人眨 他自然而然 會被別的東西吸引去了 對不對 哦,FOMO的情緒 有時候比那種 呃,呃,遇到B圈那種 像519那樣的 哦,B圈的大暴跌來講 更難能難以承受 所以,為什麼財富 往往是集中在少部分人手裡呢 為什麼二八六定律是 那麼的,在任何行業 在任何國家 在不同的人種之間 都是,呃,不可改變的定律呢 所以它為什麼叫定律呢 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說 聰明人有很多 哦,有智慧的人有很多 哦,但是 心態好,又有智慧的人不多 即使你很多人已經 看明白了狗狗B的未來 但是 它也未必能夠把狗狗B拿住 它無法對抗自己的內心的波動 就像我上一期講交易的 哦,為什麼很多人在交易中會失敗呢 哦,其中 如果您有任何看的話 就會知道,哦 我提出了四個觀點 哦,其實有五個哦 哦,有興趣的小朋友 回去看一下就明白了 哦,所以 為什麼很多人在交易當中會失敗呢 所以我剛剛講完那一期的時候 沒過多久 然後呢 近期狗狗B的 呃,這種震盪的 甚至是 呃,怎麼說呢 毫無波動的這種行情 對人性的考驗是極大的 哦,所以 嗯,今天這期的視頻 我並沒有整理好文稿 哦,我只是想到哪裡說到 說到哪裡 因為畢竟我的時間也有限 就像我一期,有一期視頻說的 呃,我的主業是賺錢 然後,我呢 當老師是打醬油的 所以,我希望關注我們頻道的小夥伴 呃,不單單呢 任職有所提升 也希望各位在財富方面能夠有所提升 哦,因為 呃,錢當然不是萬能的 但沒有錢是 萬萬不能的 然後呢 說這麼多 其實 就是想幫朋友們 我們的小夥伴們 拿狗狗B的小夥伴們 充值一下信仰 哦,肯定 我相信 這期視頻發出來後 肯定有小夥伴在底下留言 哦,就是會有很多負面的東西 說 呃,總之會有很多人 呃,說 呃,說 說怎麼講呢 哪怕不在我的評論區下面留言 肯定 無論你在狗狗B的群啊 社區啊 什麼推特 也就是現在X上面 X上面 會有很多人說 來貶低你 否定你 攻擊你 此笑你 呃,為什麼要拿這個 這個一個不掌的東西 這時候 你千萬不要被外界所左右 呃 但凡拿過狗狗B的朋友 也知道 我們 不是 我們吧 就說我 章魚老王子我 之所以 呃 還在 嗯 在 怎麼說呢 呃 大力的宣傳 推廣我們的狗狗B 並不是因為我是狗狗B的 什麼呢 資金盤 類似的那種 專家 哦 我們僅僅是 看到了未來 看到了貨幣的未來 看到人類的未來 好 願意 有更多人 好 重新走上 這個 財富自由的道路 不知道 大家最近 有沒有關注到 OpenAI的SOLA 好 就是OpenAI 去年的 其他的GBT 我也做過幾些節目 它的來臨是 無聲無息的 他們團隊 到最後一刻 才 扔出了這個炸彈 今年SOLA也 在中國的春節期間 也是扔出這樣的炸彈 它這個叫做什麼呢 呼噜夜 春風來 夜之間就來了 所以我想說的是 有聪明的朋友 小小伙伴 已經猜到了 我想說的是 狗狗幣 它的長 絕對不是慢慢的長 或者你看著它一點長 不是的 它是一夜之間長起來 好 如果持有狗狗幣 超過三年的朋友呢 應該知道 狗狗幣 從0.05 長到0.69 也就將近0.7 的時候 它僅僅用了幾個月 但是這幾個月 並不是慢慢長起來 它是階段性的 一天就長起來 甚至就三個階段 所以狗狗幣這一輪 如果第三輪牛市再來 絕對不是 像大家對那種 美股啊 或者甚至A股啊 這樣的股票的認真 那樣的一點點才不是的 我雖然也不普及 看K線的 怎麼說呢 支持 但是我為什麼一直沒有 開始做這個K線的 這個美肌的分析呢 雖然有朋友 希望我這樣子做 是因為 在 我 用我的 看K線的 知識儲備 或者說看K線的 這幾年的基礎 我只能看幾天 而我是沒辦法看到幾年 甚至十年以上 甚至說 三個月以後我看到又如何呢 狗狗幣它長起來 它就一夜之間的事情 所以也沒有辦法判斷說 今天我看準了這幾個小時 但是下一個小時它也許就長起來了 就像 OpenAI發布Solar一樣 就是一夜之間 那幾秒鐘 全世界的人都感覺 為AI的時代到來了 人類的 歷史進程改變了 就一個晚上 所謂一個晚上也就幾個小時了 甚至都沒有 他們發布會發出 就那麼幾分鐘 全世界就知道了 微信和支付寶 像中國這種支付 現在中國也沒有人用紙幣了 它來到 並不是說慢慢的被取代 也是你不知不覺從 它就紙幣消失了 一兩年的時間 但是真正改變了 甚至就那幾個月的時間 消費習慣改變了 所以狗狗幣它長起來 或者說它的爆發 是一種零和遊戲 是一種一夜之間 忽然之間 朋友圈刷爆了 微博刷爆了 X上面爆掉了 是這種狀態 所以你只能耐住性子 耐住寂寞 耐住貶低 耐住嘲諷 抓住它 熬到那一刻 如果你非常想去炒幣的話 我是指的是炒別的幣 當然是可以的咯 不要把所有狗狗幣的基因都拿走了 拿一點點出去 熬住 拿住 這個視頻 能說的也就得到這裡了 所以 因為我以前講了很多大量的 呃 知識類的普及 但是 有我的頻道訂閱的朋友 就說 我的節目的信息密度太大了 但是 每個頻道有每個人的風格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風格 但是這期視頻 我就不想展太多知識類的結構 我只是 想給大家 充一點點 幫助大家 走出目前的這種 心態上的困境 為大家的信仰充值 今天的視頻先做到這裡 嗯 還沒訂閱我的小夥伴們 如果你還要不停的需要充值信仰 等到那個 臨界點爆發的時候 你還是要關注我 很可能 你的信仰不夠的時候 然後 我 能夠 讓你 你的財富自由更近一點點 謝謝